其實我有點怕 對 你連這個膠都很怕 這有餅底 對 餅底在上色的 留一會兒 好 今天做這個Keto blueberry cheese cake 先做一個餅底 要用一有四分一杯的L1 flour 兩個tablespoon的赤銜糖醇 然後攪拌均勻 半個teaspoon的Vanilla extract 加入兩盎司煮溶的無鹽牛油 然後再攪拌均勻 確認均勻後 就可以放進焗盤裡 放進去後 把餅底壓平 做完餅底後 就要放進焗爐烤15分鐘 200度 嘩 你看壓得多均勻 現在到芝士部分 我們需要8盎司的cream cheese 加入半杯heavy whipping cream 加入兩隻雞蛋 再加一隻蛋黃 一個tablespoon的赤銜糖醇 一個teaspoon的檸檬汁 半個teaspoon的Vanilla extract 然後攪拌均勻 好了 餅底已經準備好了 把剛才所有材料倒進餅底裡 再放進焗爐裡 這次只用110度 焗45分鐘至60分鐘 嘩 你看它多漂亮 然後拿出來攪拌一下 之後就可以用保鮮紙包好 再放入冰箱大約6個小時 完成 完成 很帥 好 我們現在先退帽 好了 好了 我們現在試吃 Woo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嘩 嘩 其實我有點憋 對 因為你這個膠道不太討厭 好了 我們這兩位 佳麗準備嘗試 人生第一次沒明粉的cheese cake 杏仁底 我喜歡這個餅底 這個餅底是出色的 上面 我會想甜一點 那個比較甜 就是這樣 這個餅底真的很好吃 很香 看不看我跟他的道理 我再少一半芝士 為什麼呢?我之前試過 下足他想要的 就是他剛剛 但是我覺得太有芝士了 這個芝士沒那麼難 如果大家吃過那個 紐約芝士 是要這樣刺的 現在買不到麵粉 真的買不到麵粉 今天我們 這個甜品BATTLE 完成 拜拜 拜拜